Two centuries investments 的创办人 Mikhail Semenov 早前在文章中分享主动型投资的一大重点 事先找出感觉不舒服的观点 才有可能建立优势 据他的定义 一般预期 expectations 是可在媒介上随意发表 也绝不会引起争端 以致丢掉饭碗的看法 然而 投资正是需要与这类舒适的观点对着干 Semenov 只要留意一点 逆势又或是看淡 并不直接等于感觉不舒服 小众的观点 例如很多时经历大跌后 认为会再度大跌 才是主流观点 又如在星市中 随便评价市场已很疯狂是舒适但未必有利的看法 Semenov 认为 要测试一项观点是否被普遍接受 比他判断该观点实际正确与否容易得多 例如 他会告诉一部分同事 自己认为大使将自然水平再升一倍 对另一班不同的同事 则表示自己倾向看大使会大跌一半 再观察哪一观点较容易被接受 哪个说法最多受众点头清是 他发现感觉越舒服的观点 越为流行 而流行的观点 以反映在价格上 当价格以反映 即使最终方向正确 获利空间也会受限 据Semenov所讲 如果决定从事主动型投资 第一步就是先找出感觉不舒服的观点 然后才判断自己有没有能力预估他们成事的机率 合注于不受欢迎 不舒服的观点 当未来较受欢迎 人多击逼的交易 碰上突发不利事件 而被逼拆仓 前者就可在较大上行空间 有趣的是 Semenov认为习惯之后 反而很容易接受压住小众观点 对广为接受的交易点子 反而感到不惜 随仔 mare Han 抲死包括談判 身份伤感判